美术课也能够融合客家文化 我们带您来看看 这是高中美术老师谢益晴 她虽然在台北长大 但是常常会回到客家庄 来探望外婆 非常喜欢客家文化的艺术美感 于是她常常在课堂上 和同学分享多元文化之美 今天十一节的感动时刻 我们也带您一块来上上 新的客家艺术课 才29岁的谢益晴 是中轮高中的美术老师 今天要教学生怎么设计服装 特别的是 总会有客家文化艺术 融入教学中 那换回家中 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元素 我们用拼贴的方式 我们重组成一个花纹 做成一个设计的提告 为了让学生 可以更了解自己的文化 她还会带学生 亲自体验客家文化之美 到了客家文化园区 她会先让学生了解客家背景 谢益晴虽然在台北长大 但是每年都会跟着妈妈回到苗栗公馆 探望亲人 在客庄过暑假 对客家非常熟悉 客家菜他们其实都是可以保存很久的 所以他们是有一个很简朴的一个精神 就算在课堂上 他也常常搬出客家文物做介绍 因为生活经验 就是他最好的教材 那这个我小时候其实在家乡我也看过 你们有没有看过 这代表就是台湾人早期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他们其实是要去珍惜物品跟爱惜物品的 客家之美的体现 除了从生活 也能够从服饰的风格来感受 要让学生对客家有深刻印象 谢益晴每个细节都不放过 那时候客家妇女她们其实很需要劳动 所以衣服要比较好活动对不对 你要放在哪里 纸袋上 你要放在纸袋上面 这一趟收获满满 有了客家文化加持之后 动手创作 学生的设计灵感源源不绝 本来是客家人 可是还没有听过蓝山那个东西 然后今天看过也比较了解 大红牡丹配上客家蓝山 也能够变成时尚的洋装 把教学概念加入多元文化 让传统也能创新 会到处去看一些展览 那截取一些可以用的元素 就比如说像我看到的这个客家花布 上面我们是不是可以跟 比如说艺术与服饰或是服装室 那甚至是一个包装设计上面 去做一个结合 客家艺术简约又有内涵 所以谢益晴就喜欢让学生 在客家氛围里创作 他希望客家艺术 也能够藉由学生的创意 变得更有深度 客家文化为养年轻的生命 站上艺术讲堂 站蓝的深刻 艳红的热情 传递深深不息的感动时刻